我們習慣是最後 習慣是怎麼樣 是按Enter 有沒有 在這裡按Enter 就直接輸入了 有沒有 那就不用再跳到這邊來 再按一個Enter 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有沒有可能 我們不用再多按Enter 而直接在 面試考核的這個 文字方塊按Enter 他就可以自動幫我 變成按信真 一樣的動作 OK應該可以理解這個 因為我想 你們如果使用其他系統應該都有類似的功能 填到最下面Enter就過了 就不用再多一個Enter 或者按下這個按鈕 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 這邊要該怎麼做 我前面講過了事件驅動 其實我本來不知道該怎麼做 而且你們Google 從前去Google半天也找不到答案 其實這些東西 只要你能夠理解什麼 所謂的事件驅動 那所謂的事件驅動 就是在哪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當他怎麼樣呢 當他被按下Enter的時候 幫我 轉換成 按下這個按鈕的事件 所以要特別注意喔 Enter 變成按下它 怎麼做轉換 你要先找到事件 有一個音就會有個果 果是什麼呢 果是變成按按鈕 音是 按下Enter鍵 OK在這裡按Enter鍵 那我怎麼知道 在這裡被按下Enter鍵 所以1點兩下 2個各位可以發現 在TestBox 4按 點兩下 他會預測事件是Change 但是其實我們是Change 好像不是喔 我們是什麼 特別是要請你把它改成 當那個 Enter是 當他按下 Key Key指的是按 就是鍵盤上面的那個按鍵 其中一個 不知道哪一個 所以記得把Change改成KeyDown 有沒有 這個地方 Change可以把它刪掉 當TestBox 4 被按下KeyDown 就按下按鍵 那可是我怎麼知道他按下哪個按鍵 他會用什麼呢 Key Code告訴你 那實際上 這個Key Code指的是ArtsKey Code 就是鍵盤上面的內碼 那內碼 其中Enter 他的數字 剛好是ArtsKey Code裡面的13 Enter是13喔 OK 所以 我們可以做一個方 做一個動作 如果 if什麼呢 if 他按下的這個Key Key Code呢 如果是13的話 把它複製過來 等於13 Then 意思就是他按一下按鍵 的是Enter鍵 那我做什麼呢 我就幫 他把 把這個Key Code Enter呢 變成什麼呢 按下 這一個 Click 所以複製他就可以 特別注意喔 如果說你要把那個動作 轉成按按鈕 其實他是一個 Sub Sub如果你要呼叫他的話 有個方法 1 複製 Sub到 刮弧的 這個區間的 複製一下 2的話呢 直接把它貼到這邊 前面加個 Call Call 這個東西 欸 這樣就可以了 Call Command Button 1 Backclick 意思就是說 我按一下Enter 就自動幫我去呼叫 變成新增就好了 那我就不需要再多按一個按鈕 OK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吧 那再來就是測試了 因為之前我想 網路上早飯店其實真的也沒有答案 後來我試了一下 OK了 我們來試一下 OK 那當然如果OK的話呢 當然會比較順暢 FF 比如說這樣 直接Enter 剛剛是要會跳這邊對不對 你 變成要多一個Enter 現在會不會 Enter 有沒有 喔 這樣的話 感覺 會更加流暢 所以有沒有 隨便 反正 我就ABCD隨便輸入 那這樣他就輸入完了Enter 哇 感覺很 很不錯喔 如果進銷唇系統 寫成這樣子 其實也不錯啊 輸入訂單 Enter 訂單又來了 輸入Enter 這樣不是很流暢了 任何系統都可以做成這樣子 OK 所以基本上 這樣子 應該沒問題吧 就多一個動作 Enter 這樣就好了 所以手就不用離開鍵盤 直接